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上班族 他很不幸的是我们节目里面的一个Mascot 每个星期他都会出来介绍Apps 出来下你们 赶快跟人家问声好 问声好 都不是独屁 都不是独屁 介绍播客 每一集都会有一个特别播客 跟主持人王陆江一直介绍节目 他们都是尖酸刻薄的客人 Alexis终于家是美食博客 愿两年前开始经营部落格 自喜欢到鲜为人知的地点寻找美食 Alexis他是个美食博客 不过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上班族 为什么要找他 OK 这里白天有上班的吗 有啊 当然有 我要赚钱 你为什么要写美食呢 因为我很喜欢吃 真的吗 看不出来啦 你感觉算是很瘦 可是只是表面上 真的啊 所以你的内心是一个肥婆来的啦 因为我拜一到拜五都很早起 然后吃得很平凡 所以礼拜六我就一定会睡觉 然后起来吃Bunch 去Cafe 然后吃一个很丰富的晚餐 是不是只写你喜欢吃的东西 我一定会写我很喜欢吃的东西 因为那些就是值得推荐 如果不好的话 我是不会放在我的博客 可是如果是很不好的话 我也会放在我的博客 真的啊 因为我要跟我朋友讲 不可以去那里吃 因为是骗钱的 不好吃 我的天啊 既然来支持我们的嘉宾博客 那一定要他先公开了 对不对 有什么好介绍的 我有一个好介绍 是一个法国餐厅 来 这谁跟他们讲 是叫 L'Amazon Fatiens 为什么你会对这个法国 情有独钟呢 因为我以前是在一个法国公司做工 可是我对他的兴趣是之前就有了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有学法语 真的吗 说几句来听听 在我的印象当中呢 法国料理呢都是非常贵的 所以今天当我听到你说 你又接受这个法国餐 我就想会觉得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昂贵 妈这里 不会啊 这里的价格真的是很公道 因为它都是很 Home style的 Hello Hey How are you? Very good And our foot is ready? Yes It's coming right away Well done Let's give you some more First one Okay Message Alexis曾造访过这间法国餐厅 并写下相关文章 今天特地重游就地 跟大家分享先前所品尝过的佳肴 好吃啊 不在话下 我可以try吗 Yes of course Please 它的那个牛油还有那个 garlic 它的蒜蓉 Yes 所以你又可以吃到那个蜗牛 它本身的那个鲜甜的味道 与此同时呢 又有那个蒜香 还有那个牛油的那个香气 它的French onion soup也是很好吃 它一定有放一些 比如说它自己酿制的一些红酒还是什么在里头的 所以当你喝起来的时候呢 有那个酒香的那个味道了 不过呢 最重要的是呢 它的那个大葱的味道啊 不会说很香 对啊 非常的顺口 Chinchen 我那时候来的时候就是吃这个猪扒 Chinchen 因为那时候我吃的时候 哇 我真的是爱上它 它不会说很干 而且它的那个汁 真的是很入味 其实当我看到 鲜那个猪扒的时候 就发觉到 那个肉呢 非常有那个胎性 但咬下去的时候呢 我就是软硬式 就隐隐约约呢 有那个猪肉的那个香气在那边 很好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有第三道菜 它就是那个Chef Special 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因为它全部上面是菜 我们看一下 哦 羊肉 嗯 羊肉 还是牛肉 好像Den Stew 对 你们发觉到啊 无论是它的摆盘呢 或者它的那个呈现手法 或者它的菜式本身呢 就不像我们一贯习惯的 以为法式的菜肴 都是所谓的Find Nining 而这个呢 是一种家的那个感觉 如果来这里的话呢 停车要小心 你的顾本要放得好 因为这里的人哦 他们查得很紧的啦 你看 很重要的 不要吃了 一个公道的食物 来 换来一大圈的 这个发蛋就好笑了 来 下一个 这个 哦 有一个 大便香水 没听过了吧 哈哈哈哈 牛 既然是香水的话哦 只有两个方式来解 一个呢 就是用大便做出来的香水 另外一个呢 是大便的时候用的香水 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喜欢 我爱公开 我觉得哦 它的名字 我觉得非常的可爱 因为哦 你知道法国人 他们都喜欢用那种 杭的花嘛 就是叫做什么 然後我就可以很高雅的走出去 然後人家也不知道我已經瀑布了 那之前呢 當你沒有這個的時候 你是怎麼樣保持你高雅的姿態 我就躲在廁所沒有人知道我在裡面 等全部人走了我才偷偷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公開了真的是蠻不錯的 所以下次上班族的女生還是男生 如果你不想人家知道你在那小小的空間 是否做了解放軍的話呢 買這個啊 其實我今晚有一個D&D 然後我去買了一個Size Zero的衣服 因為它比較便宜 好賤喔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就是吃這麼多食物我擠不下去 所以我需要一點幫忙 有什麼好介紹嗎 你只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讓我看看我的天書 你可以做Slimming 它只用45分鐘的時間 OK 那你呢 你要試什麼 哇 你知道了啦 大家知道我是靠著找你吃飯的嘛 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是因為歲月不留人 總覺得呢 我的這個Chin呢 已經來到我下巴的位子了 所以呢 我需要的是 LIFT 現在輪到我公開了 我的三圍呢 是四十二 三十二 還有三十三 哈哈哈哈 現在呢 竟然還有些APP跟產品喔 他們連接在一塊 來給我們一種所謂的生活上的方便 那很多人呢 就用你比如說你的這種智能手機來拍照 很多人講說 哎呀拍了 有沒有要洗出來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其實現在呢 有一個很神奇的東西呢 就是 打印機 很容易用的 你只要把你的手機給插進去之後啊 你就是選齁 你喜歡的那張照片齁 這裡有一個icon 你就按print了 它就開始了咯 這個呢 這是我們剛才吃的蛋 Coffee 幹嘛你就站在那邊 GONG GONG的看著我啊 OK 剛才呢 我就跟大家公開了我的三圍嘛 對不對 現在呢 我要你公開的呢 就是你的體重 你看這個呢 就是一個棒來的嘛 不過這個棒呢 我跟你講真棒喔 它呢可以跟我們的智能手機 通過這個Bluetooth 來傳達很多重要的訊息 Waiting 女生他們有時候很難接受事實 當下呢 他們量了體重 就53呢 他們會一下子的 非常的非常的三心 不過呢 再過10分鐘之後呢 他們就可以把一些些洗刷刷都忘記了 所以有了這樣的一個app的話呢 你就可以時時刻刻的提醒自己 你自己是肥的 其實53公斤來講的話呢 你是不健康的 所以呢 我就要量你的血壓 OK 很神奇的 這個呢我不要用傳統的方式 我要用一個比較高科技的方式 OK啊 來跟你量血壓齁 嗯 從手機裡頭就會顯示 你的血壓有多高 一隻蛋 除此之外呢 它還可以記載 你一段時期的這個紀錄 哦 好了哦 你 哦我的天啊 這樣咧 你看哈 如果是180以上的話呢 就是很嚴重的高血壓 如果說呢 是160到180就是差不多 140到160呢 就是輕微的 而你的呢 128普通咯 神奇的普通咯 所以普通之一 很普通的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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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